再来就是想说刚刚那个问题怎么做比较快 因为我刚刚想的方法是这样 这个蓝宽拉一下 就是for I 等于第二列 这个不是三就不用从底下 我们是从二到最下面一列 那做什么呢 就是把他现在这一列 就是下一列的资料帮我复制到上一列的储存格里面 就是下面的东西 帮我复制到这个里面去就好了 那写的方法 特别之外还有一个重点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 可是问题我不是每一个都要这样做 不是说每一个每一个 如果每一个每一个都这样做的话 可能会太浪费时间 所以我们应该有条件做什么条件呢 就是当他的列 是第2列 跟第5列 跟第8列 有没有你会发现 只有这几个 这个有没有一个规则性呢 你会发现他的规则是什么 每三个有没有 每三个 就跳一个 所以每三个都跳一个的话 那跟各位讲 你可以用一个 里面有一个 运算式 就是球鱼数 MOD MOD 各位没有用过这个 MOD 球鱼数 那这个球鱼数的话 我的习惯是这样 就是 你可以先把 你原来的列先减掉 比如说先把那个 你原来的I 先减掉2 减掉2之后的话 比如说你跑下来 2-2 那等于0 再用一个叫运算式 就是MOD MOD就球鱼数 MOD3 0MOD3 等于多少 鱼数多少 0除以3 等于多少 还是0 如果到这边的话 5 5减掉 2 等于3 那3除以3 于多少 还是0 那这个孟的意思说 如果鱼数为0的话 那我就做这件事情 如果不是的话 那我就不做这件事情 所以特别说 我的写法这样 我这边写出来 如果三除列 这个三除 那如果我要 再加一个合并日期 比如说我要 应该讲 应该是 复制日期吧 反正这个可以改一下 for I 等于第2列到最下面一列 OK 范围 next 如果呢 我把这个 I 减掉2 OK 减掉2之后的话 那当然如果 2减掉2 那就0 0MOD MOD就除以3之后的余数 如果等于0的话 那表示说 这个就是我要的 那我要做什么呢 我就把 我 现在的储存格 我下面那个储存格 我下面那个储存格 叙述 就是 I加1不就好 I加1不就是下一列的意思 我把我下一列的资料呢 来帮我把它复制到前面来 意思说把这个资料复制到这里面来 但是会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 就是格式可能会有出错 所以我 跑一次给各位看 我下面这一行先不要执行 我先把这边设个中断点 跑给各位看一下 比如说 现在这样子 假设 这一列 I加1等于2 2 这个应该是我要的 因为它等于0 所以符合条件 OK 那接下来的话 我就把它下一列 下一列里面的资料是什么呢 这里面的资料是2019年的 11月22帮我怎么样 把它复制到哪里 复制到2019 所以这一行执行 不过 各位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因为呢 我们把资料放过来 他只有放资料 那这个时候他什么 VBA他没有自己帮你加一个格式 所谓的格式就是说 他没有把 有没有 他背后呢 其实理论上应该是这样 以前我们的做法 不过以前以前会自动加 但现在的话呢 他没有加的话 你变成 可能以前要手动加一个日期 日期的格式是这个 按确定 有没有 他才会恢复成正确的 日期格式 那假如说呢 你希望在城市里面加上 这个叙述的话 其实只要加一个什么 叫做 Rumber Format Local 其实 这个我喜欢写法 你可以打个Sales 它里面有个属性叫做 其实右键 这个格式的内容的话 其实就是Rumber Format Local 那你等于什么呢 等于一个字串 制定里面的公司 他的公司 其实这个 按右键 出这个格式 制定一下 你会发现 就是什么 YY YY 四个Y 斜线 M斜线D 意思就是说 帮我格式化成 7月年 加他的日 加他的月 加他的日 特别说 后面记得要补上 刮壶 OK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 帮我把资料放进去之后的话 没有 资料过来了 然后再帮我格式化成 这个格式 比如说下一个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再下一个 下一个的话 应该是 这个吧 2019 这个 那你会发现 我现在 知青这个 他 会把那个日期的数字 放进来 底下这一行就格式 所以把它格式一下 格式 OK 那我们就可以 把这个地方 全部 从头到尾 跑一片之后的话 那他就乖乖的 帮我把每一个 通通 这一段时间就会 这一段时间就会 做出 这一段时间就会